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一木木四寶 我是Yan 我是教堂 好 跟著走吧 可以玩吧 今天就帶大家看樓了 這個單位位於天滿橋附近 天滿橋是一個很出名的商店街 那裏有JR 走過去只需要4分鐘 而這個單位附近除了JR之外 亦都有地鐵 混近兩個車站 分別就是天神綠兵錄和線兵站 走過去都是6至7分鐘左右 身後方 看到好像卡通片 網門者一家的大廈 其實是一個屋本的形式 整個小區裏面有很多單位 也有很多這些小小的公園 這邊的樓齡已經有43年歷史 但我們等一下看那個單位 在去年已經完全翻新過了 不同類型的樓房 應該都有不同的喜好 帶大家去看看 弟弟 出發吧 這個單位面積有69.37平方米 其實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地段很方便 附近有兩個地鐵站和一個JR站 如果要過去梅田都是十多分鐘的時間 我們進去看看 好 打擾了 是信箱來的 好了 不要選別人的信箱 弟弟 收回 好 Hello 這個單位在去年已經重新裝修過了 咦 這個挺特別的 好 這個 舊式的屋苑 好像我們以前香港一樣 會打開門在那裡通風 我不知道 但這個門口也做了一個蚊子位 進去參觀一下 進去參觀一下 住大廈的話 懸關位基本上你都已經做了 不會太大 但他已經做了一個入場式的鞋櫃 預留了空間給你擺遮 或者放一個層架 然後來到這邊 門口的走廊 這個就是一個浴室 浴室 新製的洗面台 腸子 全部都是新製的 然後有個洗衣機位 你看看洗澡房 就比較細一點 但應有盡有 浴缸仍然有 我想認知 我多喜歡浸浴 他現在裝修了 暫時保留了一個房間 其實有需要 自己可以再見到一個房間 也可以 這個房間 四貼半 細小 其實住大廈 通常都會有這個情況 就是未必真的 好像我們以前看的一戶片 全部都四四方方 他做了一個入場的儲物櫃 但其實都很深的 很深很大的 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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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然後我們就進去起居廳 看看這裡有一個和式的薄落 小朋友很開心 因為踩下去是軟粒粒的 可以在這裡 隔一個板 做多一個房間 或者如果沒有需要的話 就做一個起居廳 日本人都很喜歡的 一個偏廳 這裡招呼朋友 喝茶 吃點心 然後來到這邊 就做一個客廳 客廳真的很大 有22.5帖 現在我們在客廳的位置 是沒有開燈的 採光度是絕對充足 因為你看 有兩個大落地玻璃 還有路台也算很大 而且路台外的景色 都可以 因為對面的樓 不是一些高樓大廈 對面那層樓比我們矮 還看到大阪兒童館 如果有看到我們一屋四寶的影片 都知道我們曾經來這裡玩過 不是曾經 是一整天 外面的善丁公園 有很多牆 大環梯很好玩的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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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廚房 看看 廳房 廳22帖半這麼大 這裡當然可以放一張大餐桌 廚房 廚房 半開放式 其實我覺得這樣挺好 他準備了一個位置 讓你放冰箱 如果你有需要 你自己家務 不讓小孩子 經常出入也行 但因為日本人 一般都是喜歡開放式的廚房 這裡全部都新裝修過 全部都換過新的 明火煮食 連這個洗碗機 全部都修好了 後面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矮的廚櫃 一邊高一邊矮都可以 這裡可以放一些水煲 平坦煲 有空可以在外面做些什麼 不是很大的空間 但絕對就手 和夠用的 今天差不多這個單位 就到這裡為止 大家覺得怎樣 之前我們大家有看過 很多不同的一幕見 有好處 大 又可以泊車 但有時候就不是在市區 有些客人 真的住慣了市區 上班下班 各樣都出入會方便些 未必喜歡自己開車的話 其實住大廈都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而且這個是一個叫大型的屋苑 老牌的大型屋苑 附近小學 兩分鐘就到了 旁邊有保育所 再走七分鐘左右 就是中學 生活所需的超級市場 便利店 公園 其實在這個社區 已經應有盡有 但住大廈的話 就需要給一個管理費 和修善基金 這個管理費和修善基金 分別都是五千多日圓 每個月合起來的話 是一萬一千三百六十日圓 就是屬於大廈的管理費 和修善基金 至於這個單位 就是差不多七百尺左右 這個價錢就是三千二百三十萬日圓 相對於港幣就二百二十六萬左右 一個這麼方便的地段 你們又覺得怎樣呢 如果有些什麼補充和疑問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們 記得 分享 Like Subscribe 和訂閱 多謝支持我們一屋四寶 拜拜 屋苑的正門一出來 就看到一個業務Super 買東西一定便宜 而且還有一些 舊式的小型的藥房 洗衣店 餐廳 方便一些的 便利店 還有Family Market 旁邊還有一個添滿市場 正 你好 大家好 我們是一屋四寶 我是Anthony 我是Yan 我是詹昌 我是大佬 大家想知道我們在大阪的移居生活 記得追蹤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記得按小鈴 還有訂閱我們 拜拜 想多了解大阪的生活 記得訂閱我們一屋四寶 拜拜 我們在一起 來這裡 寫耐了